每日神话 这个时候 你就会用两个词 来形容神的爱 哪两个词呢 有的人说无私 有的人说博爱 这两个词中 博爱是最不适合 用来形容神爱的词 这个词 是人用来形容一个人 宽广的胸襟与情怀 我很验憎这个词 因为它有不分原则 与不分对象的 胡乱施舍的意思 是愚昧人 浑人的情感泛滥的表现 如果用这样的词 来形容神的爱 不免有亵渎神之意 我有两个更贴切的词 来形容神的爱 哪两个词呢 第一个词 是硕大无比 这个词是不是很有意境 第二个词是浩瀚 我用这两个词 来形容神的爱 有实际的意义在其中 硕大无比 这个词 在字面上来看 是形容一个食物的体积或容量 但不管这个食物有多大 它是可以让人触摸得到 让人能看得到的 因为它是存在的 它不是抽象的东西 它能给人相对准确实际的概念 无论从平面的角度 还是从立体的角度上来看 都不需要假想它的存在 因为它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用硕大无比来形容神的爱 虽然让人感觉 这个词将神的爱量化 但它同时也让人感觉 神的爱是难以量化的 说神的爱可以量化 是因为神的爱不是虚无 不是传说中产生的 而是在神主宰之下的万物所共享的 也是每个受造之物都不同程度 在不同的角度上都享受到的 它虽然让人看不见 摸不着 但却让万物滋养生息 万物的生息在彰显着 神爱的点点滴滴 也在数算着 见证着 每时每刻享受到的神的爱 说到难以量化 是因为神供应滋养着万物的奥秘 是人类难以测度的 也是因为 神对待万物 尤其是神对待人类的心思 是人难以测度的 也就是说 造物的主 究竟在人类身上 倾注了多少的心血 无人能知道 造物的主 究竟对他亲手造的人类的爱 有多深 这份情究竟有多重 无人能理解 也无人能明白 用硕大无比 来形容神的爱 目的是为了人能体会 理解 神爱的宽广 与实际存在 也是为了 人能更深刻地领会 造物的主 这几个字的实际含义 也能更深刻地明白 受造之物 这个称呼的真正意义 浩瀚这个词 通常来形容什么呢 它通常用来形容大海 宇宙 例如浩瀚的宇宙 浩瀚的大海 对人来说 宇宙的宽阔与深密 是无人能及的 人对它充满了想象与敬仰 人对它的奥秘与深邃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一想到大海 你会想到大海的宽广 它让你看不到它的边际 也让你感到它的神秘 与它的包容 所以 我用浩瀚来形容神的爱 目的是让人感受到 神爱的可贵 神爱的深邃之美 感受到神爱的能量 是无限的 是宽广的 也感受到 神爱的神圣 与在神的爱中 所流露出来的 神的尊严 与不可触犯 那现在 你们感觉 我用浩瀚这个词 来形容神的爱 贴不贴切呢 神的爱 能不能单得起 硕大无比与浩瀚 这两个词呢 太能了 在人类的语言中 也只有这两个词 比较贴切 比较接近 对神爱的形容 你们觉得贴不贴切 如果让你们形容神的爱 你们会不会用这两个词呢 想必你们也不会 因为你们对神爱的理解 与体会 只局限在平面的范围里 还没上升到 立体空间的高度上 所以 让你们来描述神的爱 你们就都感觉 词穷 甚至 无言以对 我今天说的这两个词 或许你们难以理解 或许 你们根本就不认同 这只能说明 你们对神的爱 体会 理解的太浅 范围太小了 我以前说过 神是无私的 你们就记住无私了 难道神的爱 只能用无私来形容吗 这个范围 是不是太狭小了 在这世上 你们应该多多揣摩 才能有所收获